欢迎来到美厅 形象一定要走在能力前面 1960年9月26日 美国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尼克松 进行了史上第一次电视辩论 明义显示 尼克松大概率会战胜肯尼迪 得知调查结果 尼克松认为自己稳操胜券 便不再重视这场辩论 在上电视前 他拒绝化妆 还穿了一身皱巴巴的灰色西装 而肯尼迪打扮得体 皮鞋光亮 连配饰都十分精致 一个半月后 肯尼迪以49.7% 对49.5%的优势赢得了大选 这让民众十分震惊 事后 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了研究 发现尼克松竟然是输在了个人形象上 事实上 一个人的形象就是他的名片 邋遢的外表会放大自身的缺陷 很难让人产生好感 而看起来容光焕发的人 自带强大气场 一出现便会成为众人的焦点 正所谓 先进罗伊后进人 先进皮囊再进魂 管理好自己的形象 当你的外表体面了 你的实力才有展露的余地 意义 你的形象 就是别人对你的认知 电视剧《请教我总监》中 有这样一个桥段 柠檬跳槽到投资公司 从秘书转变为投资人 秘书琐碎的工作 让他养成了穿着随意 不化妆不打扮的习惯 尽管实力不错 他在新公司却接不到好项目 他心里很是不解 有一次领导找他谈话 他依然素面朝天 戴着黑矿眼镜就进入了办公室 女上司看到他的穿着 与众心长地说道 你现在在投资港上 打扮就应该和之前有所不同 形象上的改变会带来你心态的改变 在职场上 把自己打扮的养眼 得体 不仅是对别人和自己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能力的象征 这代表你能从容地 兼顾好工作和生活的事情 而不是疲于奔命 这个世界上 谁也没有义务 透过你糟糕的外表 去看到你自以为强大的内在 第一眼就给人留下不靠谱的印象 哪怕你能力再强 也只能被淹没在人海 黎贝卡在艾美也是生产力中 讲述了自己做记者的经历 那一年 身为新人的他 被派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在发布会上 他在第一排频频举手 终于争取到一个很珍贵的提问机会 他站起身来 忽然听到一阵议论 但他也没多想 继续着自己的采访 会议结束后 他一战成名 原来 那天他穿了一双鱼网袜 在他站起来的同时 这不合时宜的穿搭 也暴露无遗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被同行笑话 没有人关心他问了什么 也没有人去想 作为一个新人 有这样的机会是多么难得 大家对他的专业性产生质疑 之后在重要的采访 都与他无缘了 世界形象施英格力 张认为 无论我们认为 从外表衡量人 是多么肤浅和愚蠢的观念 人们都会根据你的服饰 发型 手饰 声调 语言等自我表达方式 在判断你 以貌取人 看似是一种偏见 但低印象 确实能影响他人的判断 在职场中 衣着得体是你能力的象征 表示你能把工作做得游刃有余 在家庭里 仪表端庄 是你素质的体现 代表着你能把柴米油盐 裹成诗篇 衣服可以朴素 但一定要洁净整齐 形象可以随性 但一定要适合场合 当你以合适的外形示人 别人自然愿意靠近你 了解你 发觉你优质的内在 二 好看的人 更容易扣开机遇的大门 形象管理学上有一个55387定律 意思是说 决定一个人低印象的 55%体现在外表 穿着 打扮 38%的肢体语言及语气 而谈话内容只占到7% 这就意味着 当你穿着脏乱的衣服与人谈话 别人大概率不会认真倾听 而当你把自己打扮得体 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自然更容易赢得他人的青睐 杨岚当年在外国求职时 因为形象原因连连被拒 失魂落魄的他跑去咖啡厅寻求慰藉 恰好遇到一位好心的女士 他写了便签给杨岚 作为女人 你必须精致 这是女人的尊严 杨岚看到后 回想着那位年纪很大 打扮却一丝不苟的女士 才明白形象的重要性 最后一次面试时 他精心准备了一套服装 把自己收拾得整洁利落 面试官对他的简历非常满意 他的打扮也让人眼前一亮 在众多求职者中 杨岚凭借着实力脱颖而出 当即就被心仪的公司录取 财经作家艾伯勒说 一个人最好的品牌就是外表 好看的人 不仅能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也更容易引起他人的信任 在同一个机会面前 形象不同的人 结局也会截然不同 三国时期 诸葛亮和庞统被并称为卧龙凤楚 庞统曾先后去孙权和刘备处讨要官职 皆以失败告终 孙权形容他是浓眉鲜鼻 黑面短然 形容古怪 心中不喜 刘备见到他时 也有统茂漏 心中一不悦之感 庞统的不修蝙蝠 致使他失去了许多机会 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能 反观诸葛亮 刘备第一次见到他时 便惊为天人 身长八尺 面如官玉 头戴官巾 身披荷长 飘飘然有神仙之感 为了求得诸葛亮的帮助 刘备更是三顾茅庐 不惜放低身段 而诸葛亮也不负所托 紧抓机遇施展才华 成为历史上财貌双全的一代名相 舒本华说 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图画 相貌表达 并揭示了人的整个命运特征 一个外在好看的人 内心也会优雅大方 他们展现给世人的 是更有质感的生活 和令人艳羡的事业 经济学家曾提出过一个美貌经济学 最漂亮的女性 比普通人多挣8%的薪水 最性感的男士 则能多赚4% 一个人的形象 就是他扣向机遇的敲门砖 他与能力相辅相成 因而衣冠楚楚的外表 也是综合实力的外现 想要成功 就要先模仿成功者的模样 外在形象好看了 好运气自然随之而来 三 一个人最大的本事 是把外表修成能力的放大器 曾有人问 美有什么用 看到一个回答 深得我心 美可以成为你婚姻的保护伞 可以成为你事业的核武器 可以成为你自信的源泉 更可以成为孩子的骄傲 正如美学大师蒋勋所说 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 美国形象设计师 罗伯特·彭德曾提出 这个世界是一个两分钟的世界 你只有一分钟展示给人们你是谁 剩下一分钟才有机会让人了解你 想要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好的外表就是你不可不注重的软实力 马克·土温曾说 在形象上下的功夫 会给你的学识 资历和教养点上传神的一笔 有的时候 形象不仅代表着个人 也展现出背后的格局与实力 为成功而穿着 为胜利而打扮 你的形象就是你对自己的定义 哈佛商学院有研究指出 事业的长期发展优势中 视觉效应是你能力的九倍 很多商业精英都深谙辞到 他们看似随意地着装 实则饱含着心思与设计 马斯克每次出席重要场合 他的造型都是由专业团队打理 乔布斯的黑上衣 扎克伯格的灰T恤 同样都是他们精心地表达 人是视觉动物 你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代表着你对他交出的答卷 卷面越整洁 越卷的人自然更容易打出高分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赢了形象 就是赢得了高级人生的入场券 作家婉晴说 你的身材 你的脸 你的服饰 统统都是你能力的体现 在人均精英的社会中 月薪一万和月薪十万的直接区别 就在于形象 一个优秀的人 身材紧致 衣着光鲜 处处都透露着自信 这种气场 是邋遢者永远不可能具备的品质 美好的事物 总拥有天然的吸引力 好的形象 更是你的助力 让形象走在能力前面 你想要的一切机遇 终会与你不期而遇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拜拜